大家好, 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兩位拍檔, 上個星期日 舉人了四場香港國際賽事 哪場賽事令你們最深刻印象? 我一定會選短途錦標改場 除了頭四名都是港隊馬包辦之宜 而且是格格有型格 以八歲之令再次贏出一級賽事 多麼厲害 我就選香港平這一場 由莫雷拉拆騎這隻李健王冠 從後趕上追過了上年冠軍高地志武 盡顯他的超凡騎功, 很精彩 其實四場賽事都很精彩 我在直播室裡喊得很大聲 不如趁這個時候一起重溫一下 精彩片段, 一起再喊過 第四場賽事, 由約翰摩牙訓練 被譽為大摩馬房明年打比武器的英雄 這次首次在香港上陣 七戰二班, 千六米賽事 而同場中有今季超新星之一的 就是巴基之勝 結果這場賽事, 英雄在騎士 步民跨下一七即勝 大摩賽後表示這批 昆士蘭打比冠軍 之後會跑一月尾舉行的 香港經典一例賽 希望他可以越戰越勇 向打比邁進 第四場賽事, 由約翰摩牙訓練 連馬師何良今季表現出色 上個夜賽, 他還憑著最寬笑 贏出在香港從年以來的 第五百場頭馬 明晚的跑馬地夜賽 他將會派出太陽旺旺出戰 第八場賽事 這批賽區今季表現出色 十月底首度跑谷草1650位賽事 雖然排著十二檔起步 但最後仍然大勝對手兩個多馬位 之後升上三班 在斯嘉山跑道各族同程賽事 亦能夠在走三碟的劣勢之下 力壓對手贏馬 這次繼續由贏馬拍檔蘇迪虹執姜 可否爭取三連節呢 另外, 何良也會派出大將風速 出戰第二場賽事 這批馬跨季七場各族谷草賽事 取得四雅兩殿的成績 這次又可否在泥海泳跨下贏馬呢 第四項 We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 一年最…最浪漫的節日 聖誕節快到了 所以明晚和下個星期三 跑馬地馬場會舉行聖誕派對 裡面除了有特色聖誕雞尾酒 給大家品嘗之外 各位還可以盡情享受美食 拉闊音樂和遊戲 拉薑餅、楊雪印等等的大廁 齊齊獨立一下 順便看賽事 有這麼豐富的節目 不用閘在家過孤獨的聖誕 第二 這天沙田馬場上演年度世界馬壇勝士 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 四場國際一級賽之中 2400米賽事香港平 由挖酸行訓練 雷神拆騎的日本代表李健皇冠 騙到上屆冠軍高地之武奪得 而千二米賽事香港短筒錦標 就由連馬師蘇波羅訓練 潘頓跨下的有型格力壓幸運如意贏馬 這次亦是這批前香港最佳短筒馬 繼2014年之後再次綁走這項樹榮 你也知道有型格,他八歲 還有心力不正,又大量戲 然後去日本又有高力 就是教長生 其實也沒有甚麼要求 我每個月都會入馬房 至少一次探望他 我星期五都會探望他 我也是跟他說 你乖乖地開開心心玩就行了 我也覺得只要他表現到自己 就可以了 所以一喊到聲都生 因為實在太興奮 因為其實真的沒想過可以贏 不過自己作為馬主 作為馬主,長得一隻超級巨星 是很感恩的 第一首 同一的千六米賽事香港一里錦標 就是由來自高東尼馬房 潘頓拆棋的美麗大師 以半個馬位之差 力壓起年掌聲奉走錦標 至於二千米賽事香港杯 就是由挖酸行訓練 騎士莫亞執姜的滿樂時奪得 這批日本馬王 在賽事末段發揮靈禮後勁 最後大勝對手三個馬位 這次也是滿樂時 繼上屆湧奪香港一里錦標之後 再次楊威、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 這屆日本隊的表現真的很出色 我在現場還留意到他們 連馬仔的腳包也印了國旗 真的很細心 沒錯,相信他們背後的團隊 為了這次的大賽 一定下了很多苦功 正所謂,就抬上一分鐘 抬下十年功,別說腳包 就連馬仔的提甲都要下心 不信,讓兄弟大家看看 無論男人還是女人 開心會買鞋,不開心買鞋 有錢買鞋,沒錢也要買鞋 不過買什麼鞋都好 最重要是穿得對個舒服 我們平時走路,雙腳承受我們體重的 1.5倍 跑步的時候甚至至兩至三倍 所以選擇好的鞋子 對保護雙腳是極為重要的 不過不僅我們人類當然有學問 馬撿鞋也很有學問 馬穿的鞋稱為馬蹄鐵 由專業的釘甲匠負責打造 馬蹄鐵有防滑作用 兼且可以防止提甲過度磨擦 對保護馬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知道現時香港有多少位釘甲匠 肩負著這個這麼重要的工作呢 我們有1,200的競爭競爭競爭 以及750的鞋子 這群的42名鞋子 7名鞋子在Beeze River 帶來鞋子, 其他在Chartin 我們有兩位師的鞋子 我自己是鞋子鞋子 要成為鞋子, 你必須要負責 你也必須要很穩定 需要鞋子的熱情 以及很多人的熱情 今天我的任務就是學做釘甲匠 去替馬仔打造新鞋 看來我連衣服都換好了 不過我心情有點緊張 但不用緊張 因為我的骨格精奇應該沒問題 Brian師傅, 一級釘甲匠 2008年入行 燕士負責護理超過55匹馬 Brian師傅, 你好 你好… 你真是骨格精奇 我前一晚心情都在想 他們這麼注重馬匹的鞋子 會不會注意我呢? 所以我特意剪指甲才來 師傅, 今天來到你這個地方 我想問一下我們平時 跑步就穿跑鞋子 打籃球籃球鞋, 踢球就打球 馬的鞋子有什麼分別? 馬分了兩種 一種是鐵甲, 一種是梯甲 鐵甲, 鐵甲 鐵甲 鐵甲是給頭鼠 鐵甲, 或者剛才從外國來香港 還沒有正式訓練 我們先用的 是 一種是梯甲是用來比賽時用的 因為輕身 最大的分別就是重量 是 鐵甲是給他們訓練的時候 像我們人去練跑 把沙包在腳上 訓練一些重力 其實從我角度來說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成本是千磅 那裡只有一點點 主要的分別是鐵甲 是耐著很多 鐵甲就很快越來越 好, 因為我在門口看到 他們掛了很多鞋子在門口 有些什麼4F、5H 那些號碼代表什麼呢? 讓我介紹一下 我等一會兒的工具 我們會預備做鐵甲 好, 很多… 好, 好, 桌上有一個大鞋子 是 我們用來打馬蹄鐵的形 你看看, 馬蹄鐵 你可以摸一下 真的很重 是, 有一個小鞋子 這個鞋子是用來鑽釘用的 即是打上馬蹄鐵的時候 對 是, 我們有一個叫火鉗的 我們會鉗著鐵甲 放在火爐上燒 然後拿出來打 好 好, 之後有兩個 這兩個一定是在一起的 我們用來開箱用的 是 你看到馬蹄鐵 一塊鐵是什麼洞都沒有 是 完成了之後就變成這樣了 就是由這一條… 我認識這條是鐵 是的 就變成這條馬蹄鐵了 是的 工序上其實要多久才可以變成 從這裡變成這裡呢? 如果5至10分鐘左右 這麼快而已? 是的 對, 馬蹄鐵就分了… 剛才說4F或4H 是的 那是怎樣分呢? F是前腳, 比較圓一點 是 而H是後腳, 比較梯形 對, 比較圓一點 就是現在的樣子 就是這裡比較圓 而這個就是梯一點 對… 所以那就是前腳, 即是後腳 對 工具也介紹完了 不如說這麼多也無謂吧 拿一塊鐵, 放在火爐上 實習一下好過吧 說得好 我想做這個鐵漢游情真漢子很久了 放馬過來吧 下一集, 我就會跟Brian師傅 學習如何打造馬蹄鐵 出爐鐵不打不可以, 讓我出手吧 你們看到嗎? 那個大徐仔的重度 Rae也差點沒有, 會不行 真的, 這份工作 少點體力也做不來 我想我還是要找我 另一個目標才行 有什麼目標? 當然要成為美女馬主 好啊, 目標遠大, 我一定支持你 不過這樣, 你最大的障礙 不是成為馬主 這樣吧, 我們待會請來 欣賞系的馬主 真向欣尼做訪問 你儘管看看 成為美女馬主是需要什麼條件 啊 是不是 啊